说起苍蝇突旧,大家都不陌生 但提到石猴鹰,或许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石猴鹰学名石原雕,体长0.9米左右 体重约6.5千克,一展可达2到2.5米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鹰科鸟类动物之一 石猴鹰只生活在菲律宾热带雨林中 所以也称作菲律宾雕 是菲律宾的国鸟,石猴鹰样貌非常有特点 脸部漆黑,眼窝深陷 同样漆黑短而侧扁的巨大勾嘴镶嵌在脸上 而它背部翅膀和羽毛呈深褐色 但从脖子到腹部的羽毛却是纯白色 在平时石猴鹰的冠雨都反劈在头顶 只有在发怒的时候 它的冠雨会高高地成半圆形炸裂开来 一扫之前十分高冷的形象 沙马特造型一时间又有些滑稽 之所以被称为石猴鹰 是因为它很多时候以猴子为食 石猴鹰善于在树梢中隐藏偷袭 而它短而宽的翅膀和长长的尾羽 又使得石猴鹰飞行敏捷而又迅速 特别适合于在森林中活动 石猴鹰会和爪极其锋利 利爪可以有力地刺穿猎物皮毛 上汇边端具弧形垂突 能够轻易地撕裂猎物 所以即便是猴子善于爬树和利用密林树冠作为掩护 很多时候也难逃石猴鹰的捕杀 更别提在空旷的地形上 石猴鹰能以极快的速度俯冲 并正在觅食的猎物无法逃脱 仗着自己的强大的攻击力和飞行能力 石猴鹰在当地几乎没有天敌 可即使是这样食物链顶端的猛禽 却由于人类对原始森林的过度砍伐 和天然栖息地不断减少 导致石猴鹰如今生存现状岌岌岌可危 据统计现存石猴鹰仅有三百余只 属于宾威物种中的极威物种 有人说这属于大自然的优胜劣汰 但优胜劣汰又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进行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